大家好,我是貝爾 在日常生活中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應該要注意哪些事情呢? 第一,搭乘期間避免用手、觸摸、眼、鼻、口 也要盡量減少觸摸周遭的物品喔 第二,若需要拉把手盡量使用同一個 可以減少接觸到病毒的機會 第三,想要咳嗽或打噴嚏時 記得咳嗽禮節 用衣袖遮住口鼻可以避免口墨傳染 第四,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之後 記得用肥皂吸收保持雙手清潔 如果有呼吸道症狀或是生病發燒 應該避免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在家休息 如果要去看醫生 記得戴上口罩 利用私人的交通工具前往 才能保護自己也能保護別人喔 第四,搭乘大眾運用 第四,搭乘大眾運用